这是我看过最好的穿越剧 由神探夏洛克和神秘博士编剧改写 完美闭合的时空线令人爽到头皮发麻 极致版穿越美剧凤上 男主叫亨利 表面上是放荡不羁的图书管理员 实际上却是时空穿越者 由于穿越不能带任何 知道他左脚内侧有一块胎脊 发际线下方有一道伤疤 克雷尔告诉亨利 从他七岁开始 最终二人相约共进晚餐 仿佛能预料到晚餐后发生的一切 亨利赶忙回家将房间布置整齐 还把所有女性用品收拾干净 谁知他刚不出洗手间回头一看 而手上的伤也证明这句话并非玩笑 作为回礼 克雷尔送他一个日记本 里面记载着二人见面的所有时间 14年总共152次 更令亨利震惊的是他的下一句话 震惊让亨利语无伦次 甚至问出一句根根无解的问题 到底是他先找到的她 还是他先找到的自己 不过还好克雷尔足够聪明 用自己时间线上的第一次见面 解释了二人之间的相遇 那时克雷尔才七岁 突然听到草丛中有呕布的声音 出于谨慎他将鞋子和不解的事 亨利不但直接喊出他的名字 甚至还问他为什么这次没准备衣服 原来这不是亨利第一次见小克雷尔 但却是小克雷尔第一次见他 不过亨利还是用神奇的穿越故事 成功取得女孩的信任 并给他带来一身富浅的衣服 这就是36岁的中年亨利 也是克雷尔第一次见到他脚上的胎记 由于穿越随时可能发生